踏入5月,温度变暖 又到了危险植物品种大猪草 在多伦多盛开的季节 专家就提醒民众交游的时候 千万不要接触 否则有机会被灼伤 马申二的报道 踏入春季气温回升 进入交游高峰期 专家提醒民众游换的时候 要注意被开大猪草 大猪草是入侵性植物 外形和胡萝卜相似 但叶有骨齿 竟上有紫色斑点 春天会开白色的花 因为他的观赏价值 由南欧和西亚引入 专家提醒他的执役 一旦接触皮肤 48小时内会和紫外线产生化学反应 引起剧痛和水扑 若果进入眼睛 甚至会造成短暂失明 专家说大猪草片部安大略南部和中部 能够迅速在近水 田野、平原 甚至是路边等繁殖生长 要特别注意小朋友和宠物的安全 省府建议市民如果在家里发现大猪草 应该尽早聘请专业除草公司处理 如果自行除草 应该穿戴一次性全身 包括是眼部防护装备 和使用铁铲 避免近距离接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